大家好,我是桑普,吳安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桑普頻道的節目 桑普論證 今天講中國的政治問題 大家知道中國政治問題 離不開防疫各方面的事情 但今天我們不是講這些問題 因為這些大家是一些坊間的很多主流 或者非主流的媒體裡面 收集到的資訊 譬如上海的大白 怎樣去打壓一些人 封城、封控 什麼封控區、管控區、什麼防犯區 這些我們先不講 我們講習理 所謂的坊間盛傳這一點 通常這些謠言 或者這些謠言 這些風 我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我通常都不會耐用 但最近這個風越吹越烈 尤其5月12日 即我們這個節目播出之前兩天 是連續雙炮雙響 一個是出口 好去到華盛頓的華爾街日報 Wall Street Channel 一篇文章 另一個呢 就涉及到 在中國的微信公眾後一篇文章 基本上是 暗捧李克強 不就是暗捧 根本是明捧李克強 我想如果你留意近期的情況 人民日報已經有多日 沒有習近平三個字出現在頭條的標題 即頭版的標題 沒有這個習近平三個字 然後你會發覺到 一個在華爾街日報 Wall Street Channel 和這個 中國的微信公眾號 兩篇不同的文章 我們會稍後說 他會寫什麼 他說一些李克強的好話 那究竟 裡面詭避的問題是怎樣呢 二十大今年的 即十一月就會開始了 好了更早 現在時間還未完全確定 好了 在這個時間 會不會出現一些 X Factor 或者一些所謂的 蝴蝶效應的出現呢 我沒有水晶球 我沒有辦法未預約線接 但發現到 那個詭避的情況 是很重要 我會將等一下分析 留到最後 和大家說 首先我會講講 這兩篇的文章 還有一些 不同的說法 我先講一些不同的說法 這個 這些東西 你沽莫 我再講一次 這些是風來的 風的東西 下面講的 即是一段時間的東西 這些風 不是等於我信任的東西 是等於你們 大家都要知道的東西 我們都要知道的東西 我們知道這些風 才知道 去聞一聞一聞味道 想一想 不同的可能性 這個就是我希望這個節目鼓勵到大家做到 不是說 這個風 信這邊 不信這邊 不是這件事 OK 希望大家明白 第一件事 比較少一些 就是這個 老登開港 他一個 經常說是爆中南海的料的人 堅定留 就不知道 但他就說 習近平前的鮮癌 現在正在做化療 又說 李克強 已經支開了北京市委書記 蔡奇 而主導北京的防疫政策 原先蔡奇說 封城三月 但是李克強 出馬 基本上是不會封城 而搞到現在封一些地鐵站 這個情況是封區而不封城 這一點就是 不是觸不出戶 因為 蔡奇原始上 觸不出戶 其實是觸不出區 這個就這樣說 所以這些 這樣的說法 就說 李克強 開始慢慢 操實權 而習近平 來玩這個 前列鮮癌的話 在做霸療好賊 就是習近平 收檔 李克強 開始冒起 這樣 這是一個說法 另一個說法 就是這兩篇文章 我們先說 《華爾街日報》的這一篇 《李克強走出習近平的陰影》 所謂何時的這篇文章 即是 5月12日的這一篇 《李克強逐漸走出習近平陰影》 這篇文章 大家可以在網上看到 這是在Wall Street Channel的中文網上刊登的 基本上就是 他比較了 習近平在5月4日 5月5日不同的公開講話裡面 講到要求 堅決落實 動態清理 不可以退卻 但是呢 這篇文章講到 李克強是重視 經濟的發展 去修復 中國的經濟的慘況 李克強說要加大 就業優先政策的實施力度 幫助外貿企業 這個涉及到 這個文章 就覺得是 路線 或者黨內鬥爭的激烈化 他認為 在經濟領域 和技術性的環節 李克強是一個強項 但是由於 習近平長期獨裁 決定了政治的決策 李克強一直忍了很多年 十多年 從來沒有公開 變成了自己不同調的 但是這一次呢 開始有點不同 不一樣 就是李克強公開表態 要求修復經濟 要著重經濟發展 就業外貿等等的問題 而66歲的李克強呢 他就說呢 民營的科技業呢 要放鬆監管 就是比如阿里巴巴 淘寶啊 或者那些 騰訊啊這些 科技業呢 要放鬆監管 他是不是暗示 不要割韭菜呢 這個就是李克強 就是有人這樣解釋 就是他對民營的科技業 要放鬆監管 同時要對地產業的貸款 無論是對買樓的 或者是賣樓的地產商呢 都要放鬆 貸款要放鬆 等等的東西 就是說呢 不好呢 一管就死 就是要放鬆這件事 這件事 基本上跟 習近平要講共同富裕 要講這個 就是 實際上的割韭菜 動態清零 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這樣說了 李克強呢 就正是以自己的力量 重新崛起 積極影響未來總理人選 那這篇文章分析過呢 要不是 可能是胡春華 就是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 胡春華 要不是的呢 就是這個 汪洋 汪洋就是全國政協主席 這兩個都是團派出身 李克強都是團派出身 所以就說 很可能呢 他通過這些 所謂的放風 不斷長頁經濟 就業 外貿 要放鬆科技業 放鬆銀行貸款給地產商 和這個購房者 目的就是什麼呢 影響 就是做一些聲音 做一些話語權 去影響未來總理的人選 就可能將自己團派的人物呢 扶對上總理的人選 記住不是國家主席 只是總理的人選 那麼他說呢 就是這個華爾街日報的看法 就是華盛頓 就是華爾街集團的華爾街日報的看法 就是說 這個是中國政府近十年前所未見的 潛在制衡力量 他覺得李克強是一個潛在制衡力量 他認為呢 這一點呢 就是看到中國的嚴重經濟的困境 李克強想拉回一些引導中國遠離西方資本主義的傾向 而導致到中國經濟放緩的一些所謂的一些軌跡 他希望拉回頭 去協助封鎖地區的製造業呢 復產復工 指導各部位 譬如為Tesla 就是這個馬斯克的Tesla 在上海工廠能夠復工復業掃除障礙的 這個就是呢 這篇文章的主要的論點 那麼這些論點就是當然 他講團派 講總理的位置 講他開始更多的聲音 講他開始呢 就是佔他更加重要的位置 似乎呢 在講李克強 正是掩掩冒起的感覺 這個就是外銷的一點 你肯定呢 因為就是 肯定是華爾街日報 接受這種投稿 有這樣的刊登 另一方面呢 現在看得到 中國共產黨通過這個方式 吹的一個外銷的風出來 就是說呢 李克強分分鐘掩掩冒起 會成為未來中國的一方之雄 再結合我們上一次 說有些人吹風的話呢 習近平呢 會退下來 因為那些暴安部隊呢 不支持他 李克強會做一年 這一次呢 他沒有講這件事 他說呢 李克強越來越大聲 他會影響到 未來總理的人選 這個就是呢 華爾街日報 這篇關於李克強 逐漸走出 習近平陰應的這篇文章 另外一篇文章更加重磅的 就是在中國的微信公眾號 他的名稱叫做 李克強的自政方法論 那這篇文章呢 在5月12號呢 就有 如果大家深水清呢 就知道呢 習近平寫過一本三卷三冊的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 the governance of governance of governance of這個 就是這個 習近平 習近平 論治國理政 習近平 on governance 那這個 governance呢 就是這個 就是習近平說的話 治國理政 你突然之間寫了一篇文章 這叫做 李克強的自政方法論 我記得呢 李克強剛剛跟習近平上位的時候呢 很多人說 什麼習理體制呀 李克強經濟學呀 但很快呢 笑聲歷跡 李克強完全被歸邊 李克強是躺平的 那現在突然之間冒起這一篇 在微信公眾號那裡 而沒有被刪除 在微信公眾號那裡刊登的 在5月10日刊登的 李克強的自政方法論 治理政務學自政方法論呢 那這個東西就是顯現一個 這個標題本身 都有暗降這個 習近平的一種趨勢 事實上他的內容呢 是很顯然呢 是相當精心的那樣 將李克強在做副總理的階段 即是在真正擔任總理之後的 一點都不說 OK 跟習家平拍檔 所謂拍檔的時候呢 他一點都不說 因為那些是李克強的躺平時代嘛 在躺平時代之前的東西 大講特講 然後整理得來呢 將他表現出一種 是很有溫度 很溫暖 很親民的形象 但這一點呢 不容易 一定是一些很精心地搜集 李克強的資料的人去做 有可能這些體制內的北京高層去做 有可能 不是說一定 文章呢 大概講四個重點 和一個結論 結論是最重要的 一個一個講 四個重點是什麼呢 第一 他覺得李克強低調務實 標題是低調務實 要立足做事 不要做騷 他就說呢 李克強 由北大的學生 做到總理 始終都是相當低調 美國的新聞週刊 Newsweek呢 就評為亞洲政治之星的 他說李克強由1983年起 共青團中央學校部部長 已經做到了 兼任全國學聯的秘書長 1993年呢 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 而在他的任內呢 正職不足 就是不錯 那麼他也都有希望工程 希望小學的構想 就是來自於李克強 他甚至於呢 在1990年的2月 深入去到大別山深處的金寨院 去做這個希望小學的 確保到農村 每100間小學 就有4間的希望小學 有些人問他 李克強 你上不上電視啊 即是說錯了 李克強就問 即是 某些人說 這些做這些 會不會上電視的呢 即是拍到我的樣子 會上個TV的畫面呢 他強調 只有當他不上電視 才會到現場 否則就不去 那麼2003年的時候呢 他就主政一個地方 成為一方之雄 就是河南省委的書記 就是他建設了鄭東新區 2004年呢 大家都看過高耀傑的書 大家知道呢 爆發血災 很多人呢 捐血 或者強制 不是強制的 就是說 你捐血就有錢嘛 你窮嘛 捐血有錢 接著你的針孔 用完一個 另一個 傳染什麼 愛滋病 那所以他當時呢 爆發了愛滋病的血災 那他 那這篇文章這樣講 當然是 就是幫他擦屁股了 2004年就說 河南省防治愛滋病 一連三次呢 去到這個蔡園 姓蔡那個蔡園 蔡園時擇考察 他說要將工作做實做好 要 剛剛講過的了 要立足做事 不要做事 挺有趣的 那這叫低調無殺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深入實際 深入實際的重點 就是 誰都不要通知 不用任何準備 這是他經常講的口頭事 他說 1993年的6月至7月呢 他組織過 新時期 我國青年工作的現狀發展戰略 這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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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燕 那 那 就 當時候呢 就是他就說 要開闊思想 深入實際 那麼 他都身為經濟 北大經濟學博士的工作方法 其實不是 他北大法律是畢業的 經濟學博士 他說 這個是一個經濟學博士的自學方法 工作方法 他說呢 他採取一個歸納法的方式 就是由個別到一般 形成普遍性的結論 要做定性判斷 要做定量分析 那麼呢 這個地方就看到 他做這個調研 1993年的6月至7月的時候呢 表現出一個很磅磅的能力 以及相當厲害的一些調研的技巧 另外他說 北京京郊的大慶呢 有三天的務虛會 他當時呢 有個年份就搞一個務虛會 務實 就聽到務虛的 務虛會 就是 這個鄧小平的時候呢 用務虛會 就是吹風 希望改革開放 但是這個務虛會 他搞這個事情呢 就說 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見 熱情高漲 那麼他也都說 大家放開說 可以各持幾件 又可以各執一端 大家都熱情高漲 為這個 為這個總理的 不是總理 當時李克強的氣質呢 所感染到 這個是徐永光 是當時的中組部的部長呢 後來跟了李克強很久呢 的一個人所說的 2004年的時候 他坐鎮遼寧 成為遼寧省委的書記 一把手 在零下29度的情況之後呢 去到虎順的莫地溝彭湖區去視察 2008年 四川民村大地震 當然溫暴寶就穿著波鞋 去了四川 李克強 當時身為國務院的副總理 第一副總理 去了甘肅陝西考察 他說 走在田邊 滿腳泥巴的照片呢 依然在這裏 當然這些全部都是show 他當然說 這個就是深入實際 就是你不是show的時候呢 就是低調無實 你做show的時候 你的深入實際 這個就是這篇文章說的 他就說呢 當時他執了一塊磚 執了磚的時候呢 扔在旁邊 他就粉碎 粉碎完之後就說呢 將這種土砒磚 以後見防再也不能用料 這樣表現出他這一點 所以他說 誰都不要通知 不用任何準備 這篇文章就說他深入實際 這就是他第二點 第三點 言說的尺度 即言論的尺度 他說 說 直來直去的說 說即內即去的說 他就在2013年的兩會 湖南代表團的審議 政府工作報告的時候 當時他已經是 國務院的總理了 那麼他審議政府工作報告的時候 有一個叫做 趙安江湖南代表團的代表 那麼他就有五項的建議 是關於城鎮化的 李克強當時說 不要干擾他的法言 這是法律賦予人民代表的 應有權利 然後這個 整個吹在那裡 這個人是極為開明 然後到2010年的兩會 他說 他說 這個國務院的副身為 即當時他也是國務院的副總理 即到達三年之前 2010年的兩會 他是國務院的副總理 當時有雲南代表團來到 那當時有教育廳的聽著 雲南省的教育廳的聽著 羅崇敏 今天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意見 講到很多危房 即有成一千萬平方米 有一百萬多萬的人受影響 需要改造 需要十億 那麼當時說完之後 李克強沒有出聲 大家去到電梯口那裡 跟著李克強就攔住了這個羅崇敏 就不是說粗口 就說什麼 我記住了 我記住了 一千萬平方米 十億 那之後呢 就終於撥了7億 給這個雲南 算是說到做到 他說呢 就是 李克強這篇文章 就說 自己說話就是一針見血 而且有特別的氣質 他說甚至之前的 2007年的兩會 遼寧方面 他都說 批評統計後勁 是不是準確 質疑統計後勁 是不是有偏差 所以他是實事求是 他言說尺度相當大 有相當開明的 一種作派 第四點就是 直面問題 李克強是直面問題 他說用改革和發展的辦法 解決前進中的困難 他說這個是他的說法 即用改革和發展的辦法 解決前進中的困難 他在2008年5月12日出任第一副總理 也成為了當時上任後 沒有兩三個月爆發了民村大地震 成為了抗災的副總指揮 做多幕後工作 自己低調地去到重災區視察 去醫院探望不同的人 做物資調配 而他說國際各界在一個月內 捐出了四十多億的現金和物資 他說這個是在六月底的時候 就是在抗爭的時候 就是他對國際表示 答謝 其實當時折留多少物資 也都沒有把這個物資分給人 我們都歷歷在目 你看回我以前08年寫的文字 所以我已經把這些地方報道得很清楚 你說折留這些物資 這個他不說 這篇文章就說 感謝 答謝 這一班外國的好友 他說向一百七十多個外國大使館駐華的代表 表達感謝 是真摯得體 令很多人動用 用改革和發展的辦法 解決前進中的困難 直面問題 跟外國交好 所以這幾樣東西 關鍵的地方就是說 其實跟習近平做比較 第一 低調務實 你習近平呢 就是要東升西降 一帶一流 中華民族廢大復興 我們不需要韜光養晦了 一定要 就是 戰狼外交 就是戰狼是戰鬥的將狼外交 這跟低調務實 好不一樣 深入實際 你看看 習近平 武漢肺炎爆發的時候 武漢封城 他很久才去武漢 到今天都沒有去過上海 更不需要說以前的深圳 更加不需要說北京 不見了人 又避不出門 又不去出房 怕死權力被影響 怕死染到肺炎 這個就是習近平 現說赤道不用說 習近平漆不講 然後之後 還要搞這麼多事情 你看看 說即來即去地說 多麼開明 然後你說 第四 直面問題 即是說 直接去面對問題 不會去推傲 上海這個直面問題 就這麼簡單 你有沒有跟 一百七十多個外國駐華的代表 去踏脫 這條外國斬冷 即是外國不喜歡中國 這些事情 就是暗地裏做的比較 但他不講到白 就是托捧 李克強 那麼他最後一段呢 有三句話 我讀給大家聽 這三句話是有骨的 還有微信公眾律法出來 即是這些 共產黨的壞事 他不會明講 他會暗講 掌陀一手十幾億人口的大船 對任何一個人而言 都意味著巨大的榮耀和壓力 第一句 第二句是這麼說 如今他已經 站在政治舞台的大幕之前 政治舞台的大幕之前 人們對他的政治之道 心裡也越來越期待 第三句 多年後的一天 當他完成他的使命 和他的前任一樣 暫在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市 他又會做出怎樣的答卷呢 這幾句話好 聽不明白的話 再到達聽一次 這幾句話是有骨的 掌陀一手十幾億人口的大船 對任何一個人而言 都意味著巨大的榮耀和壓力 掌陀是只有大海航行靠陀手的陀手 才可以掌陀的 也就是說 一是國家主席 一是黨總書記 總之一把手 獨裁者才可以 毛鄧江湖習才可以 你這些文章講 李克強的自證方法論 說你掌陀一手十幾億人口的大船 在說什麼呢 李克強已經奪了權 否則不會這樣寫的 不信你看看第二句話 如今他已經站在 如今 他已站在政治舞台的大幕之前 政治舞台這個stage 大的curtain之前 就是說 面對著這樣的公眾 一夫當關 如今 李克強不是說要退休的嗎 這個是我總理最後一屆 就是 謝謝 謝謝 他便走了 你看看他 如今 他已站在政治舞台的大幕之前 可以看到 這篇文章的意思 不是我的意思 是這篇文章的作者意思 就是說 他已經成為政治的No.1 是如今 他說 人們對他的政治之道 心裡有越來越期待 是對他有期待 即他不是退休 他是對他有期待 第三句話 多年後的一天 不是今天 是由今多年後的一天 五年 十年後的一天 當他完成他的使命 和他的前任一樣 他沒有說前任是什麼 大家知道前任是說 可能說習近平 站在最後的一次的記者招待會上的時候 他會做出怎樣的答卷 是對他欣欣期待 欣切期待 那你看到這篇文章的重點 這篇文章 你看到是有骨 這篇這麼老骨的文章 講到最後就是 李一強已經奪了權 李一強已經有治國方法 李一強已經染染上升 成為了毛鄧江湖集之後 崛起的一個重要的領軍人物 但是呢你看到 官媒黨媒沒有說 但是這篇文章 可以大大大放在 中國的微信公眾號 是不是非常奇怪呢 一些呢 由中國出去的文運人士 或者一些 所謂中國通的分析 就是說 喂 習下理想 李一強 在取代習近平 無論取代11年也好 5年也好 或者他真的完全操控到 未來對總理人士的決定也好 你能夠操控到 對未來總理人士的決定 必定 你實際上 是接近到一把手的位置 就是華爾街日報這篇文章 都是這樣講 跟著這一篇 李一強的治政方法論 更加標題 是對唱 這個習近平的 論治國理政那本書 跟著這個內容 四點 每一點都是對抗著習近平的 最後一段 暗示了李一強已經奪了權 第一 有一些場外 中國文運人士的分析 就認為 這個是中共體制裏面 北京高層對於李克強的讚美和加持 第二 他認為避開了總理時間 但就是由2012年開始到2022年這10年期間 李一強的所有事 剛剛讀的所有事 都在2012年之前發生的 就是他副總理 甚至是遼寧 河南期間發生的事 絕對沒有講到 關於他做總理期間的事 避開了總理期間 也避開了批評習近平 他都不希望去講 插這個李一強 沉潛期間 所做的一切的事 是一個高手所為 是捧以前的李克強 暗奉現在的習近平 而不會明刀明槍這樣插著習近平 第三 是強烈地暗示了李一強 已經折白 或者將會折白 亦都會將會折白 這一點就是他的重點 我怎麼看 我不同意 OK 當然我是容許有不同的解釋在裏面 為什麼有不同的解釋裏面 因為這些風的東西都要知道 用從各種的證據顯示 動態清零依然是現在的政策 這是習近平一夫當關要做 然後當然 整班胡春華那班一定要做 那就是讓子彈飛 送你上西天的做法 但是習近平要做的 拍板的習近平 5月4日、5月5日 連續幾次的政治局會議 以及公開的文宣 都是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發表很多講話 就是要要求動態清零 而各地落實 所以今天 習近平依然大權上額 可見的將來 也很可能大權上額 但是習近平知道有人想鬥他 這個暗勇或者所謂的不滿 一直存在 要加大了 他想鬥垮這個力量 他需要做一個局出來 就叫做忍蛇出動 忍蛇出動的重點 就是很簡單 李克強勾結外國勢力 記不記得當時候 如果想鬥一個人 你首先要捧一個人 捧然後殺 這叫捧殺 當時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 他首先就是 什麼都不理 在這個滴水洞裡 在這裡 雨線關根 希望等 那麼 好了 劉少奇當時做國家主席 那麼 他 於是乎就 成立工作組 去調查很多 在這個 北大的大致部的問題 就是 崩大夫那些東西 大家知道 當時文革的歷史 就成立工作組 就跟劉少奇的鄧小平做 就希望呢 平息黨 和這個 學生之間的矛盾 那麼 這件事 剛剛 就是 剛剛 中了 毛澤東 和四人幫 的奸計 之後呢 就開始慢慢發動了新的鬥爭 後來 毛澤東是我的一張大字報 是吧 基本上是一錘定音 就譴責 這些工作組 是幫著黨組織 而不能夠 和學生站在一起 一切鎮壓學生運動的 都沒有效好下場的 這個不是 毛澤東當時說 這些不是為了我們說 是為了 反對劉少奇和鄧小平說的 所以他欲先取之 必先與之 欲先殺之 必先捧之 此之為捧殺 捧殺 這件事呢 當時和我的實力無關 現在這一局呢 很簡單 李克強已經是敗軍之將 他的武兵司令 槍桿子 掌握不了 筆桿子掌握不了 筆桿子掌握不了 然後你刀霸子都不關你的事 但他知道 習近平真正的對手 不是李克強 也不是團派 更加不是江派 不是曾慶紅 是甚麼 太子黨 紅二代 我們叫江派 或者所謂的上海幫 或者曾慶紅 這叫做官二代 就算是團派來說 很大程度上都是官二代 而不是根正苗紅 革命出身的 精卵結合革命 革命結合的 紅二代 也不是那幫太子黨 因為太子黨 紅二代有個特徵 即是其他地方沒有 前代子 當然官二代有部分 上海幫有 曾慶紅有 就算溫家寶會有 然後你等下胡錦濤 李克強一定有 但是真正最大的 就是二百多個家族 二百至三百多個家族 紅二代 或者叫做太子黨 而這幫人 他不會找一個自己代表出來 和習近平隊 他找了李克強出來 做一個忘心 就是一個 放了他 就是想去和他鬥 這個就是 有這樣的趨向 好了 習近平就乘著這個風浪 想引蛇出洞 分分鐘這些文章 是習近平的手筆 就看看 我捧 我捧起 因為你們一向都捧著 摘下理想 他很記憶 我捧李克強出來 看看你們的反應會如何 這叫做 引蛇出洞的樣貌 大明大放 樣貌 這個呢 很難這樣做 也有個可能 就是這幫太子黨 是吹這些風出來 但分分鐘這樣做法 就被習近平看著 喂 你是雙炮雙響 同一日 5月12日 一篇文章在華爾街日報登 就說李克強逐漸走出習近平陰影 所謂何事 我就是紅太陽 你怎麼走出我的陰影 第二篇文章 就是李克強的自證方法論 要不是有幫傻傻傻傻的太子黨 一雙炮雙響去對習近平 被習近平拿到勾結外國勢力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口實 要不是就是習近平 本來就是用這件事引蛇出動 看你這幫人是怎麼聚集 怎麼說話 輿論怎麼看 摸清楚這個局 所以無論是前者與後者都好 無論是習近平簽個局也好 或者是說紅二代這個太子黨設計的一個所謂的攻擊也好 這個顯現到權鬥的鋒芒可以出現 這個在過去幾個月都沒有那麼烈 都是傳了很多風出來 但是講到這個位 竟然有那麼多的一些文章可以派出來 這個是很少見 不要再想著團派有任何實力可言 不要再想著什麼是江派和習派的鬥爭 這個不是這個問題 是泰斯黨紅二代這個龐大的前代之實力 和習近平叫板 因為習近平是損害到自己的利益 但是他也會鬥而不破 因為共產黨很多地方就是說 維持這個黨的健全是很重要的 而我很痛恨的就是現在美國或者一些勢力的 就希望呢 習下理想 就希望換一個比較開明些的人來做 那竟然牽涉到 中共黨內的某一些高層 包括了紅二代啊 這個太子黨 可能某程度上和美國方面 一些華爾街集團深層政府 互相勾結 因為他們美國的地方 如果真的要搞這個 顏色革命的話 我不知道啦 如果真的要搞的話 他們的目標就是 習上理下 習下理想 我是心互痛絕這些東西的 不是說勾結對不對 問題 而是習下理想 如果共產黨一樣的時候 反習不反共 杜魯一長空 今天你想回復鄧小平 江澤民那些 大家有錢賺 有女攬的時代 各位 想創你的心 第一 你回頭的話 中國很快 因為你釋放社會能量的話 很快會牽涉很大的動亂 可能會形成分裂的 好了 你如果回復那個狀態 你扭緊之後 你回不了頭 你一將這個地方釋放的時候 整個地方會炸開 雖然你有很多AI 雖然你有社會使用系統 但是這些東西 萬山不許一溪斌 堂堂溪碎出前村有時代 就會來臨 他不敢放 一放就亂 一亂就死 一死就瘦 結果就完全錯了 好了 你會回復鄧剛時代的 韜光養晦的 那這個就是做一個樣子 其實習近平是做一個樣子 去欺騙美國 我比較傾向就是 這些文章 是習近平放了出來的 風中有風 隱蛇出動 一可以欺騙美國和自由國家 制裁俄羅斯 不要制裁我 我會和沃蘭和俄羅斯維持等他的關係 不會制裁俄羅斯 但也不會放棄俄羅斯 因為知道信望之行 希望繼續做快樂第三天 不過你的空間越來越窄了 第二點 不只是欺瞞美國 還要是欺瞞自己的政敵 用這種東西 吸引 即當是放過老鼠裡一樣 吸引老鼠在那裡吃 然後來的時候 為而簽字 這個比較有可能 當然我不可以排除這個可能性 有些人說 真真正正有一班 太子党紅二代 這麼愚蠢 發兩篇文章 雙炮雙響 一篇在外面 一篇在裡面 專門去講李克強的事 目的真心奉李克強上位 希望奪權 現在就看下去了 我就比較不傾向這種解釋 所以我看到 大家要記住 水好深 所以現在越來越去到秋冬天之前 我們還有半年時間 這半年時間 這種鬥爭會越演越烈 這類的文章 一切都是剛剛開始 這類會越來越多 所以對於香港的大家 對於台灣的大家 對於世界的大家 要注意這些細節的變化 我講這些東西 通常在主流媒體上沒有報到 我不知道我講了這集之後 是不是網媒會報 但這些主要的東西 為什麼我會特意抽出來講 就是 以前都是那些 所謂小道消息 或者某些媒體 講某個人的小道消息 但這次不是老登這種層次的東西 而是有一篇文章 登在華爾街日報 這個很少這樣去捧李克強法 接著有一篇未刪除的 512的微信公眾 還有我的文章叫做《李克強的自政方法論》 兩篇一起同一天推出 事有QK 接著你看到 有幾天的頭條 沒有了習近平 而明明 王滬寧是在控制著筆桿子 習近平是勞勞掌握到文宣工具 為什麼要搞這些東西呢 引蛇出動 發動黨內清洗鬥爭 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這個是不是很高深的智慧 不需要 是需要上色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 也希望大家能夠打上給我 所以我們有一個 在Youtube有Superfans的功能 希望大家通過Superfans的方式 能夠幫助到我 就是贊助到我去做這個節目 這個不是捐款 是有等價交換 希望你們能夠 給我的動力繼續做這些節目 否則我做的節目可能量 未必那麼多 同時我也不會講到那麼深入的東西 我也希望大家能夠多一些支持給我們 也希望大家長期的月捐給Patreon 每月能夠捐助Patreon的話 讓我能夠協助到台灣的港人群體 希望大家能夠守望相助 希望大家加油努力 下一次再見